首先呢先讲一下就是频道自我介绍 做包的话是在多人多 然后资历的话是差不多投了五年多了 然后前两年都是亏的 然后都是做短交易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多就是研究一个公司 然后是做常交易的 就是买了以后放在里面 因为我还在开别的公司 然后也在上学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平时不看着的话 倒是错过了很多就是市场上套路 对不对 然后错过的话就不用 就是不会被调到那个陷阱里面 然后后来的话收益很好 现在的话我的账户差不多是差不多是30 靠近40万了 然后具体收益的话 其实我在之前一开始的那种视频里面 都是6月份的那些直播里面 都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个个就交易 我只要说我交易哪个我都会po出那个receipt 然后我也给大家看了我的账户的成长 那多少对吧 最近为什么不po呢 因为最近我没有交易 最近就是没有交易 就是不不确定的时候 我就是很怕就是盲目的去交易 因为以前我就是靠 因为那种太盲目的太过分的 平凡的那个交易 而那个就是而亏钱的 然后投资心理的话呢怎么说 我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亏钱的也不太在意 因为我在股市里的钱都是我全部亏掉以后 都是OK的 我还照样能活的 然后我还有很多是现金 然后我更多assets是其实在房子里面 不是那个投资 然后关于政治的话呢 我的意见就是随便讲你们都可以讲 然后只要是就但是必须得强调是理性和证据 而不是就是就不要无脑的笼统性的工具 就叫你们台湾怎么人怎么样 你们香港人怎么样 你们大陆人怎么样 对吧 就不要笼统性的工具 强调强调的是理性和证据 然后投资方法的话呢 我主要是以一个什么呢 固人思维 就是首先固人思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就是研究一个公司 然后我打算就是比如说我都要投两万在里面 那就是我花两万去雇一个人帮我管这个两万 对吧 就比如说Elon Musk和特斯拉 对吧 我相信这个Elon Musk他自己都能睡在公司里 然后他不像Trevor Milton Nicolor Trevor Milton 他花的时间不会去到处讲座 都不会去CNBC去吹捧自己的公司 而是真的实打实的把时间花在工作里面 这种的话人的话 我如果是一个employer我会雇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雇这个人的话 你就自己不用操太多心了 对不对 而这种的话我觉得才是股市应该怎么玩 对吧 不是说你要每天每分钟很操心的去看 各个新闻跟各个那个涨幅什么 你只是很放心的把钱交给一个人 然后让他去工作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更加看的就是公司发展的预测 就是看就比如说板块 然后然后在板块里面选各个就是板块里的强者 对不对 然后如果就是这个公司发展再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未来不会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就就比如说石油对不对 石油的话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少的对吧 所以我就不会投资石油这一款 然后呢还有就辅助的话呢就是用价值投资 就是price to work这种还有EPS什么的 然后呢technical的话我会用来做一个用来选就是进入点和离开点 对吧 但是呢这些都是会辅助的 然后短期主要的话呢我是用散户心理对吧 就如果我玩短期的话我就会玩散户心理论的 然后我是为什么玩散户心理论呢 因为我本身大学也是学了也学了一个美举就是另外一个美举是心理学 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印象推理 就比如说大部分散户是亏钱的对不对 这是不是可以你就印象推理一下就为什么他们都会亏钱呢 那是不是代表大部分散户都非常狂欢的时候那就是应该要退场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多散户都会被套在山顶上对吧 然后呢就所以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对吧 就是你要逆向思维一下一些东西对吧 还有一个逆向思维就是大部分option是会是expire worthless的对吧 这个的话等会我们看option这个option回顾的时候 我会那个具体具体的分析一下对吧 然后呢我的短板呢就是技术分析 就是对我就不用那么多 然后呢我也所以很多技术分析的问题啊 我只能看最基本的一些对吧 像kdj然后那个macd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rsi 还有moving average更重要的moving average 但另外的更深层的我是不会的 然后我的graph的话也就除了bollinger brand和各种各样moving average 我不会加更多别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也不熟悉 然后你不熟悉的东西你用来cluster你的那个图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你另外的一些判断 对吧 所以呢对这就是我的一个channel的简介 然后现在是5分 感谢观看